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,请来了一位成功的婚礼姓,她的名字叫玉丽静,也许很多人对她不是很了解,她写过很多的作品,而且有很多人都喜欢看。 在很多人眼里,玉丽静是一位成功女士,但是同时她也是一位大龄圣女,这不是关键。 关键问题在于玉丽静觉得就应该高生,自己作为一个高生非常幸福,而且还觉得场上的思路爸爸逼婚是不对的。 开场刚问到玉丽静是否结婚,她就直言不同意节目中的很多观点,并称要和在场爸爸能够一下。 玉丽静很直接地提出自己的观点,婚姻是一个选择项,而不是人生的逼选项,婚姻不是定得人生成功与否的条件。 她也说到自己的父母,也曾催过自己结婚,然而她说自己单身非常幸福,就能看到天是蓝的都很幸福。 而且不仅如此,她还在现场提出了父母们希望的婚姻,真的做得幸福吗? 本来这段节目的目的,就是想让次的女儿能尽快找到自己的面移动来开设的。 次女爸爸也都是这个心愿,然而这次玉丽静,却提出了这样和她们完全不同的观点。 这也是让次女爸爸觉得这心简直就是来了一个大反派。 从次女爸爸的表情来看,她们累了。 紧接着,她们也是都提出了结婚生子是幸福的这个观点。 在父女们的眼里,你们没结过婚,没生过小孩,你们完全不懂得那种幸福。 整段节目玉丽静和父女爸爸,都成对立状态。 双方各持己见,其实双方都没有什么错,只是父女队和子女队的思想有所不同。 但是目的是一样的,都是希望孩子们能幸福快乐的生活,也许父女们考虑的比较长远。 想让孩子们老有所依,老有所靠,能幸福一辈子,而孩子们更喜欢幸福一当下,其实也是对未来。 一有一种恐惧,毕竟现在的孩子压力都太大了。 对父女们和孩子们这两种对婚姻的态度,大家觉得单身幸福呢? 还是结婚生活更幸福呢?